石家庄之光 邓伦在当伴郎 从男神变格格 做石伴郎专业护 结婚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 闹婚礼就是整个事情最大的环节 想必每位新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位难忘的婚礼 因此除了有新郎和新娘两位主人公以外 伴郎和伴娘也成为了仅次于新郎和新娘的人物 像是党九 闹新人等等有趣的环节 就体现了伴郎和伴娘的重要性 随着邓伦的走红 这个大男孩并没有忘本 也没有因为自己是明星 就摆架子 因为从小在石家庄长大 邓伦身边的朋友都是石家庄人 邓伦曾经以致不在石家庄为理由拒绝过了一个追求他的女孩子 但是对于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哥们 邓伦还是很够意思 这次第三次不是算命先生也不穿裙子了 这次的装扮变成了头戴花盆的哥哥 邓伦真的没有偶像包袱 这几次的整股装扮也都参加了 每次玩的都很开心 邓伦也是做石瓣郎专业护的名声